好 來看到二零五零淨零碳牌刻不容緩 大同旗下的福華 宣布攜手多家企業 淨軍印尼開發森林探權 預計年產出一百萬噸 將共同推進企業 達到碳中和的目標 全球碳中和 戰爭 助攻台灣邁向二零五零淨零目標 輻華電子魚子公司 輻華智能 號召多家知名企業 共組策略聯盟 一同簽下合作備忘錄 進去印尼開發森林探權 我們今天如果不認真 透過政府以及民間的所有力量 一起來努力的話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度過 這一個所謂氣候變遷的浩劫 我們思考如何的能夠超前的來部署 我們自然森林探權的開發 復華董作洪啟場表示 先行開發的地點 在印尼西蘭島西部森林 面積超過14萬公頃 透過推動零下經濟 保護生物多樣性等等 預估年產出100萬噸的森林探權 印尼除了森林探權非常多 它同時它有一萬七千個島嶼 它的海洋探權也非常非常的豐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選擇了印尼的合作方 洪啟昌強調 國內外企業都要面對探中和路徑 但從認購綠電或從內部減碳 成本都比探權碳會高出了十幾倍 探權交易市場千景可奇 我們希望我們開發出來的是一個高品質的探權 所以我們才特別跟Selvera 這一家公司來合作 由它來監督協助 我們能夠開發出來高品質的探權 對華的超前部署 就連駐印尼大使陳中 也現身記者會力挺 助力台灣2050監禮探牌 刻骨容患 東文新聞陳思豪 陳建豪 在台北報導